真言二十六章一节 夏天落雪 收割时下雨 都不相宜 愚昧人的尊荣也是如此 在巴勒斯坦地区 夏天也是收割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管是落雪或下雨 都是异常不相宜的 甚至是会带来伤害的 愚昧人并非指智商不高的人 而是指那些不听神话语的人 就如同夏天落雪 收割时下雨不合一一样 愚昧人得到尊荣也是不合一的 并且是有危险性的 因为把一个缺乏智慧的人提到尊位上 就等于向他提供骇人的机会 我们要试试一下 切 right 讕试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